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7月21日 今天是星期日 繼續來到星期日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是 721 事件的五周年 香港2019年爆發的時代革命 足足過去了五年 這節我們要跟大家說的是中國大陸 發生在陝西 發生了高速公路的大橋 竟然 無端端是塔堪 今天正值是721五周年 中國大陸和香港到底這五年來越變越好 越來越照顧市民需要 還是徹底相反呢 當年有很多人 是因為不希望香港 變得跟中國大陸一樣 於是上街 於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 就是因為不想好像變成中國大陸那樣 而中國大陸的問題是什麼呢 中國大陸的問題就是因為貪污 因為腐化 所以不斷 會有 豆腐渣工程出現 五年過去了 中國大陸瘋狂地在香港宣傳 中國大陸現在偉大發展 要超英趕美 結果 宣傳還宣傳 醜事仍然是日日發生 最新的消息就是在陝西 一座是高速公路 整個橋樑 是在19號的時候是跨塔的 這件事相當嚴重 最少 是有20多架汽車 當時在橋面 徹底 是跌了下河 最少 已經知道的就是有12人 死亡 仍然有30多人失蹤 由於下面是急流 所以車掉下去失蹤 其實不是開玩笑 空多吉少 最離譜的事情 你也猜不到 就是這個 大塔陷 的公路 只不過是用了6年 都不夠的 在中國大陸整件事也引起公憤 露斥這個 是叫做豆腐渣狂魔 內地怎麼說呢 內地就說 忽然之間 是由於山洪 爆發的 又是跟水災有關 忽然之間山洪爆發 是導致 這個地方叫做丹寧高速公路的水洋段 山洋的方向 在這個 鹽平村2號 橋面 是部分 是塔陷的 塔陷的長度 接近40公尺 現在看到的畫面 是日頭的畫面 他晚上 是塔陷 然後是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發現 然後晚上車經過 走一架 跌一架下去 足足跌了二十多架車下去 全部人失蹤 相當之危險 其實實際上的數字 可能是 不止25架車跌了下去 數到的車 官方說有25架 隨時是不止的 因為該路段是高速公路 這個網絡路段是屬於G4015 G應該是高速公路的高 官方跟你說有20幾架車 應該隨時不止的 因為這個路段 是高速公路 即是說現場 可能是目測 目測的都有20幾架 最少 是 30多人失蹤 隨時的數字不止的 最離譜的就是 橋其實 是2018年12月份才通車 即是說 根本通車了 不夠 是6年 竟然發生了那麼嚴重的意外 至於官方 完全 沒有公佈整件事的起因 只是跟你說發生了意外 更加說跟山紅步法有關 你只要看攝氏照片 你就會發現整個橋面倒下來了 根本 就是跟山紅步法想不到有甚麼關係 山紅步法最多 是使得 橋受到的衝擊更加大 但是如果你不是本身 是豆腐開工程在先 有甚麼理由呢 就是大雨一點 整條橋就倒下來了 所以真的不是開玩笑 在中國大陸 開車真的叫做教飛 拿一條命教飛 還有 雖然大家開車應該不會無端端 遇到自己的車跌落水 但是 真的應該 是帶著爆槍工具的 因為如果一旦真的跌落水 徹底在裏面內側是沒有辦法打開的 幾乎肯定一定要爆槍才能走到 而 你在車裏面 你不用特殊工具基本上是爆不開槍的 這次這件事當然在中國大陸也引起功憤 說要追究責任 現在整條橋 橋面截斷 而這個橋段 一些事情都沒有 即是說 又是不關下面的部分 到底 跟山紅有甚麼關係呢 而且更加離譜的 是本身這條橋 就是蓋在這條河上 你蓋的時候不是當初就已經考慮到 可能會有暴雨或者山紅嗎 在山上 蓋了一條橋 你跟我說沒有考慮過有山紅 所以內地 居民也露斥說中國大陸是 豆腐渣工程的狂魔來的 目前整個橋面 的部分塔陷 一部分徹底跌入急流 而且 距離橋面足足有10公尺高 中國大陸 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相關 這些事件 不是林公路就跟你說林橋 很明顯就是 跟貪污 肯定是有關 不然根本不可能 無端端 會發生 這樣的事情 最恐怖的是甚麼呢 你 那麼大貪腐的國家 不停跟你說 要蓋這個公路網 要蓋天橋 如果你不蓋 乖乖的 還叫做 沒有那麼危險 但是偏偏 中國大陸 因為假大空 不停跟你說我要蓋高速公路 我要蓋 大橋 這個高速公路的路段 不是真的 離開市區非常遠 因為他 其實只是在這個西安市的附近 在西安市的外圍 即是說附近的城市的車 有機會是走這個高速公路 是去西安的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普普通通的就這樣刪卡拉發生的事情 而是一條 公路網裡面的主要的橋樑 你想一下 多麼恐怖 所以中國大陸跟你說我是AI 要發展 又說有智能電動車 早前的智能電動車也夠恐怖 那些叫華為問界 會走一走高速公路幫你關燈 這條高速公路已經夠危險了 如果你有著燈 還有機會 看到這條橋倒了 但是他的車 要自動幫你關燈 幾樣因素加起來 真的叫做想不死也挺難的 所以 還有很多無知 又愚蠢的藍絲 中國大陸現在偉大崛起了 下崛你的命呀 下自崛墳墓就有份 所以官方經常宣傳說要超過美國 你 真的是超過美國的 是隨便一件 意外 所造成的傷亡 你 一早已經贏了美國了 但贏了十倍也不止 我們今節 跟大家 暫時 揭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婆曲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 緊貼著最新時事 請各位 繼續 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 緊受各位 好 我們今節時間 講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回到黑池的酒店負責人 請便利 通訊道 斤 第二